主料,牛腩250克,西红柿600克,主料,胡萝卜红80克,西芹80克,蒜四瓣,香叶四片,黄茶淋一汤匙,番茄酱两汤匙,料酒一汤匙,香菜两克,食盐一茶匙,橄榄油二茶匙,黑胡椒三分之一茶匙,水适量,选用上好牛腩,清洗干净后,揭成小块,牛腩在太水中捉水, 捞出清洗干净,牛腩加水,香叶,料酒,煮炭后小火慢炖,牛肉就成熟即可备用,胡萝卜,蒜切碎后,在锅内用橄榄油煸炒出香味,倒入切碎的西芹煸炒,西红柿用汤匙烫去皮后切小块,一起倒入锅中翻炒几下,这道当用到大量的番茄,具有浓郁的番茄或褐色,倒入煮好的牛腩,加入黄咖喱糕, 对于不喜欢咖喱的朋友,完全可以不加,咖喱口味,纯粹是个人爱好,加入番茄酱,增加其特有的番茄味和浓郁的色泽,翻炒均匀,倒入煮牛腩的圆草,煮开后小火15-20分钟,直到牛肉松软,加入调味,最后撒入黑胡椒碎和香菜醉叶即可, 口感上,番茄和番茄酱,进入热到汤酸甜的滋味,微微的发明香辣味,喝牛腩的肥嫩口感结合的恰到好处,多重滋味,口感上十分丰富多彩,具有开胃滋补的效果,烹饪技巧,牛腩需要吃些炖烂,蔬菜最好不要长时间炖煮,会破坏人生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